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二階行列式 畫面上各位有看到兩個向量分別是OA跟OB 那我們現在想要來計算 由OA跟OB呢 所圍出來的這三角形OAB 我們應該怎麼做計算呢 首先我們使用切割法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圖形稍微做一下切割 過A點呢做垂線 垂在S軸 是D點他的垂足是D 那過B點呢做垂線垂足是C 好啦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三角形OAB呢 我們應該怎麼做計算呢 好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應該會等於 這個三角形OCB去加上這個T形呢 T形是多少呢 T形是C珠AB 對不對在扣掉什麼 OA O珠A O珠A這個三角形 好 那 這塊三角形是 怎麼算呢 OCB什麼 是哪一塊 是黃色的這一塊 對不對 畫面上你可以看 老師正在畫 黃色這一塊 他的面積怎麼算 底層高除以2 記得嗎 那麼 應該是等於多少 2分之1的多少呢 Oc乘上 Bc對不對 而 Oc的值就是 B坐標的 B點的 S坐標 那麼 Bc呢 就是 B點的 Y坐標 就是 珠 所以就是 1分之1CT 好 然後 T形呢 是綠色這一塊 我正在畫的這一塊 這塊的面積怎麼算 底層高 不對 應該是什麼 上底加下底 層高除以2 對不對 所以他上底是誰啊 上底是不是A珠 A珠的值是多少 A珠的值應該是 A點的Y坐標 就是 B 好 下底呢 下底是這一條 是 Bc 所以他的值應該是多少 值應該是 這個 珠 B點的Y坐標 珠對不對 然後高呢 仔細看我們的高應該是 藍色這一條 減到黃色這一條 也就是 歐珠減Oc 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是 A 看到S坐標 A減掉C 是不是 然後白色的 白色的這一個是誰呢 要扣掉了 是這一個 這個三小型 好 這三小型底層高除以2 對不對 所以是1 2分之1的多少呢 是A跟B 那個A跟B怎麼來 A就是歐珠嘛 歐珠的值就是A 然後B呢 那B就是A珠 A珠的值是B 好 大家看來看 畫面上都有1 2分之1 所以我們把1 2分之1把它提出來 好不好 2分之1提出來之後稍微整理一下 好在這邊停一下 因為會有分配率 我們來看看 B加珠乘以A減C 然後乘過去一個一個乘 得到AB 減掉什麼呢 減掉 BC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 A珠 好 然後再乘過去 減掉什麼 C珠 最後不要忘記那個下面還有個AB 要寫上來減掉AB 所以各位 這兩個可以消掉吧 一陣一負 對不對 這兩個也可以消掉吧 一陣一負吧 是不是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我們稍微整理之後呢 各位可以告訴我們整理完了之後應該是哪 A珠減掉什麼 A珠減掉什麼 BC 好 同學 我藍色畫起來這個東西 這四個值 A珠跟BC 是不是跟右上角這個圖形 我現在圈起來這個坐標有關係 是不是就是這四個值 就是ABCD這個值嘛 所以我們單獨的把A珠跟BC呢 這個值呢 A珠減BBC呢 把它寫出來 寫出來 我們定義這個值呢 把它用另外一個符號來表示 表示成這樣子 為什麼表示成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得到 表示成這樣子的話呢 白色的部分 那AB是不是就是A坐標 C珠就是什麼 B坐標 所以這樣子的寫法呢 定義它 黃色的 A去乘珠交叉相乘 C去乘什麼 B 這樣子的計算方式就叫做 二階行列式 這樣的方法新的就是把這個A珠減BC定義成這樣子的計算方法 所以二階行列式是一個 值 它是一個值 它是一個計算後的值 所以它只是一個表示的方式 讓各位可以知道 好到這邊 先暫停